我们现在认定的早期肺癌是根据影像学来认定早期肺癌 根据手术以后来切掉的淋巴结进行TNM分期来决定 认定它是早期还是近期 但是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 你为什么会得肺癌呢 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监视系统出了问题 你为什么得肺癌 就是因为你没有免疫足够的免疫应答系统 也就是说我们人身体里没有足够的警察 没有人来监视你身体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也就是说虽然医生把你肺癌的组织都切掉了 但是对于一些个体不同的人来说 由于他的免疫监视系统很低下 他依然可能会得肺癌 另一种情况 虽然我们手术很成功 但是我们刚才说了 肺癌是一种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 他的后续治疗很 后续治疗是需要跟得上的 包括放疗化疗 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安排他的放疗化疗 那么有很多病人还会再出现复发转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